雷歐聊世紀天天的五星 大家好我是雷歐 今天來看MIPER 與DAUTER 對上YO 跟洞老師 這行比賽是他們的約戰比賽 2比2的頂尖決鬥 先來看一下這張地圖是這個遊牧 遊牧地圖非常特別開局是需要蓋自己城鎮中心的 這個是有海遊牧的關係 所以開局時會拉兩村過來蓋這個城鎮中心 那一隻村民會來蓋這個碼頭 那蓋碼頭的時候要記得要蓋在這個雨點的旁邊 蓋在這個香龜的旁邊 那雨碼頭蓋完之後再補個房子 然後就可以來撈這個香龜來補肉了 所以開局時遊牧一定要這樣開局 經濟才會好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兩邊選擇的文明 先來看一下這個YO選擇的文明是草寫人 草寫人在遊牧的影響力非常巨大 馬戰車提供傷害值跟機動器跟防護率 對城鎮中心的壓制都是很不錯的一個選項 存在類似於西班牙征服者 還有這個瑪莉的飛刀的獵手 都是機動性好上殺力高的遠程單位 還有這個緬甸的飛鏢騎兵 都是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這邊 這邊洞老師 那他也叫衝動 那選擇了賽爾特人 那賽爾特人的話在遊牧的表現 通常都是打這個直層 打這個寶兵 然後打這個身頭頭車 頭車配寶鴨 也有這種打法 那打法來說的話也是直層性會比較適合 而且他的遊牧由於伐木速度特別快的關係 所以他的漁船可以按得很輕鬆 可以更快的時間按出第一艘漁船 所以這也是賽爾特人 這邊的一個特點 但是道特跟Y... 道特跟MIPP已經有一艘出來了 欸 會怪了會怪了 好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道特這邊選的人是西班牙人 那西班牙人特色呢 他的打法還是比較偏向於寶兵單位 西班牙征服者 那西班牙征服者呢 就是馬上火槍兵喔 非常的可怕 機動性高 傷害力有極高的一個槍兵單位 那打法呢 後期是要打遊俠 或是直接繼續打西針配僧侶 巨頭推進火炮都很適合 那在上城堡時代之後 在遊牧的影響力跟馬彈車是差不多強大的 那接下來看一下達魯P圖 那麥特又選擇了自己很喜歡的文明 達魯P圖 那達魯P圖這個文明非常的尷尬 他的文明是沒有辦法 有騎兵的路線可以走的 他的騎兵是遊戲裡面 是英國裡面騎兵最弱的文明 那達魯P圖的打法 比較偏向於相公路線 或是步兵單位的這個壓制 因為達魯P圖的均勻科技是半價的 是你要打這個長劍兵或是裝甲壓制 都有這個折扣上的優勢 那後期還有五隻槓 但是整體來說達魯P圖在遊牧 我個人認為是沒有太多的想法的 也可以說是我覺得達魯P圖在遊牧中 只有這個捕魚的雙背肉量有優勢 除此之外的優勢是非常小的 雖然3級10可以獲得200木頭 打這個海戰來說是ok的 但是以路戰來說他是比較被動一點的 好 那接下來看一下兩邊會怎麼打 這張遊牧地圖吧 那先來看一下這個衝動 這邊是11隻村民 看出來家裡 繼續拉這個野豬回來吃 好 把路也趕回來 全部吃掉 YO的部分 這邊目前是按了三艘魚船 但Viper已經按了五艘魚船了 這個魚船按的速度有點快 好 接下來 YO這邊 升級的部分應該還要再繼續補村民 至少要補到個21村 或是23村 才可以比較順利升級上去 好 我們就來看一下兩邊升級P數 這邊Viper是18P 看來一連就是我要打海戰 好 燒 來燒這個YO跟衝動的 這個漁船了 好 那WP2我們剛好說 升級時給200木頭 按戰劍 跟按這個火戰場就會比較輕鬆一點 好 那接下來 到這也升級的上去 是21P OK 正常的升級流程 21P有木 好 升級了 升級了 好 但是 YO這邊是選擇了23P嗎 23P挖石頭 打寶兵 好 流程上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24P 還多了1P 好 那這邊是由衝動 好 打了一個17P 然後 雙戰船的一個開局 好 這個就是 戴特人 在封劍實彈的時候 很好的一個宰致力 好 木頭採集的速度夠快 好 戰劍很好 去量產出來 好 通常游牧船在裡面 都一定要有一個人去打海戰 盡可能不要讓對手在前期 獲得大量肉量 因為獲得大量肉的話 是無可挽回的局勢了 一旦形成了 這個肉量的累積 那個 資源累積的速度太快了 很難去擋住對方的支援攻勢 好 這邊 衝動順利的打掉2艘漁船 3艘拿下 那VIP這邊也在燒了 衝動這邊的漁船 快燒 那這邊也是出了1艘 好 那YO這邊的漁船 目前沒事 VIPER應該是直接跳過了YO 去攻擊 好 VIPER這邊戰船 繼續在追這兩艘戰艦 好 戰艦的部分 有點撞到了敵方碼頭 現在暫時有點空不太過來 好 看一下中間的陸戰的部分 陸戰的部分 兩邊沒有太大的狀況發生 YO這邊已經順利的24匹 加四村 好 深造了這個城堡時代 那待會馬丹車 就可以很好的量產出來 但是這裡有大動作囉 海戰的部分 兩邊都有在做抵抗 但是這裡 10隻 村民 起碼征服著 直接要來壓寶 但是 通通 這裡有拉村民過來打架 好 這裡想要尾 好 再尾一個 繼續尾一個房子 好 好像有點難尾 木頭敲下去 OK 剩下的村民拉走 欸 這邊又有個洞 其實不是有洞 OK 趕快繼續尾一個房子 哇 這邊四隻村民趕快拉回家 把這個寶蓋起來就搞定了 那這個寶蓋下去沒有辦法第一時間拆掉賽特人的城鎮中心 稍微有點可惜了 好 這裡村民要趕快跑了喔 這隻村民不跑嗎 好 不跑 好 西班尾征服著 準備出發 然後這邊要拆掉TC的話要點下二級射 才行 好 現在海戰部分回頭看一下 YO跟衝動 兩艘戰艦 然後壓制住MIPER的戰船 MIPER的戰船努力的 拉打當中 好 殘血的拉走 讓衝動繼續追逐 好 後方的海戰 東東這邊眼裡只有漁船 只有漁船 漁船連裡都不理 這個 非常漂亮 確實該這樣打 先打掉漁船 才是重點 海戰有沒有贏不重要 重要的是要打掉漁船 那現在第一隻西班征服著出來了 東東暫時 這個西陣不能送喔 送掉的話 這個節奏就很差囉 這萬不能送掉 這個遊戲的節奏會很差 好 YPER現在家裡暫時沒事 馬戰車 YO 第一艘也出來了嗎 好 這是第二艘了 第一艘在這邊 西班征服著要被點掉了 躲 不用躲 直接拉走 躲到了城堡裡面 好 那這邊 DOT可以考慮去補個修道院 轉出生旅 去訪這個馬戰車 好 村民這邊被控了一下 好 再放出來 繼續挖礦 戰車出來走過去 DOT這裡14隻村民收村 快跑快跑 好 VIPER這邊趕快圍起來 海戰部分 VIPER也沒有拿到太多優勢 好 這邊升級到了城堡時代 衝動這邊的戰艦有九燒 那VIPER這邊是打火戰船的關係 那戰線是在下方就去看路 看能不能再抓到一些漁船 正面的戰艦數量是有點缺少的 好 戰車走了進來 人收村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開頭講 馬戰車在遊牧的宰之旅 就是非常可怕 完全不怕你城鎮中心射 怎麼射都是一滴 九分扭去升級一級射 好 VIPER這邊偷支部 好 趕快補一個支部技術 戰車來了 先補一個修道院吧 修道院補下了 這裡想要蓋第二根城堡 但是西班牙征服者 要打贏馬戰車 這個體質差距有點 有點大 哇 如果西鎮在這邊 跟馬戰車社 會越打越虧阿 因為現在西班牙征服者的數量 完全不夠阿 好 趕快打村民 這裡 道特的村民掉的有點多 只剩下17隻村民了 時已要把這根城堡給蓋起來 那這根城堡蓋起來 也並沒有辦法 讓YO受到經濟的損傷 頂多只是把這個黃金給控住而已阿 感覺有點... 不太好 這根堡阿 好 現在衝動這個TC 也可以繼續產生村民 反而是道特 這邊更難去點下 一級射跟二級射 城堡完全射不到TC的狀況 讓衝動這邊可以繼續 瘋狂的發展 好 白河家裡自己出了生旅 5號戰船升級好 海戰的部分 開始 有點有優勢了 因為現在賽特 沒有辦法升級到下個時代 好 戰船的部分還有9燒 好 下面多開了TC 被YO給抓到 YO這一波 騷擾得很不錯 好 兩根城堡架在這裏 但是YO只要從上或是從下 騷擾就可以了 好 這裡要回頭打了 要被招強台馬斷車 燈旅走掉 走斜的 拉近貼近 攻擊 好 飛掉 好 西班牙征服者 酸酸來遲 這裡還有一隻村民 趕快走 西班牙征服者來了 但這邊還沒有點下品種 血量真的是有點差 好 這裡想要圍 白河有機會圍起來嗎 好像有點困難 這個村民來不及去圍住 好 彰掉一隻 但是大量馬斷車怪之人 又直接點發點掉 哇靠 西班牙征服者的點發傷害很高 好 那西班牙征服者跟馬斷車 其實都是6點傷害 但是 西班牙征服者的點發 速度感覺更快 子彈飛得更快 馬斷車的這個奴炮 還會慢慢飛過去 西班牙征服者 開完槍之後 馬上就可以繞幹跑掉 飛大腦根本打不到 也有可能 像這樣子 打不到 一直移動就打不到 那現在 道特 復下了 更多的漁船 想要來維持西班牙征服者 跟村民的肉量 在海戰稍微有打贏 魚開始可以舒服一點 這邊招搶一下 一台馬斷車 好 我們先 打掉這個叛徒 右邊的西班牙征服者 趕快找個機會去騷擾一下 塞爾特 但塞爾特 家裡已經蓋起了 箭塔群 六根箭塔 直接守住 沒問題 沒問題 防守得妥妥穩穩的 這時候 利用技能馬戰車 直接來個一打二 還打得非常有效果 哇哇哇哇 這個戰車真的是太麻煩了 油木遇到戰車就是這麼的難受 好 好 神律明顯不夠 高翔 繼續 好 找到了一隻 但是神律也得死了 現在這一波 現在要七台馬戰車 好 西燈開始在繞YO的家裡 YO這邊是開了3TC 西班牙征服者 好 順利抓掉了一村 但是道德這邊的村民術 差距很多 17村打60村 道德的經濟是 已經是ALL IN式的 在按西班牙征服者 沒有打算要再繼續按村民了嗎 唷 村民又再繼續減少 這一波YO的馬戰車又抓到了一些村民 道德的經濟已經炸裂 怎麼辦 YO這一波 好像涼掉了 西班牙征服者 也快要被馬戰車打掉 這隻村民 VIPER村民剛好又卡到 道德的西針的退路 吐了 吐了 哇 YO這個戰車真的是好猛 好 但是賽特 空洞也沒有閒著 這個劍塔也是到處開場 稍後下道德 現在VIPER是這邊最後的希望了 道德已經偏涼了 想要死了隻村民 結果這個勝率還沒招搶到馬戰車 馬戰車只要一回頭 希望征服者也很難受 然後去袖甩槍 但是沒有用 因為YO已經有彈到血了 所以你想要用這個擊發點發 要躲子彈是不可能的 哇 VIPER這邊 死了一堆村民 65村 哇 我想是69村 賽特18 道德13村 哇 這村民處 有點慘烈 哇哇哇哇哇 馬戰車好強好強 OK 這裡點掉 真鋁 搞定了 好 吃飯 吃飯的忠則 開點 再點掉一隻 一隻 這一波能點完嗎 好像沒有辦法 點不掉 最後兩隻馬戰車活了下來 好 但這隻馬戰車可以一打二 應該是沒問題 好 這隻YO來了 直接來為 BIPER一根大噴堡 下面的城市中心 也被發現 馬戰車 開始過來控了 好麻煩好麻煩 現在到處都是YO的馬戰車 壓力很大 DOT這邊已經是風中殘除了 寸數只有14村 而且他的漁船也被燒光了 好 賽特這邊的戰船也是去給壓力 BIPER戰艦3-3來遲 他還是有點為時一晚 左邊的區域一直被騷擾當中 好 來了 更多的馬戰車走進來 MIPER直接拉了四隻生女過來招翔 但是應該只有兩隻生女 能招翔到 擁有前程科技的關係 當 YO的馬戰車順利的 找被招翔兩隻 好 現在 YO開始進來插塔了 只要碰住這些大量農田 VIPER就只能 投降了 好 這裡補射箭場 要出戰毛兵也來不及了 打出了GG 我們恭喜YO跟蟲洞 拿下第一賽的勝利 哇 這場比賽打得十分漂亮 YO的馬戰車戰術 確實發揮出他的這個 單櫃的載滋力 非常的可怕 而且他不是單出而已 而且還是有開農的 雖然YO這邊的漁船 是已經被全部都被吃掉了 但是他很快就轉出了農田科技 甚至二農都有 會讓自己的木頭的消耗量 沒有那麼的兇 可以讓他把這些木台 給省下來 產出更多馬戰車 這個策略打油木來說 是非常非常好用的一招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那經濟的部分 這邊是YO拿下支援上的勝利 黃金跟木材都贏 似乎的話 是VIPER稍微小小贏了一點點 到頭是需要肉跟黃金的西班牙征服者 支援量卻很少 那沒有辦法 這個賽特衝動 直接把兩邊的VIPER他們這邊的遺傳 也都打爆了 所以沒有肉是正常的 好啦那麼今天的影片 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